大家好,上一次的青年节妆容呢,给大家展示了一个紫粉色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比较淡一点的,然后是那种橘色的 今天这个颜色呢,应该就是说,上一次如果大家觉得上一次的那个妆容就是太,还算是太厚重的话呢 那这一个呢,就会比较适合你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上一期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并不太适合我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在相同价位或者评价 我自己认为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瓶吧 就是这一支,Kiko的这一支 然后它是,它有三个颜色 是紫色这一瓶 然后,呃,桃色 然后是绿色 我觉得应该是对干性皮肤的女生来说特别特别的好用 呃,对油性的皮肤的话 我觉得可能上完妆之后 就会感觉可能过厚了吧 它打开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是个紫色的头 然后它挤出来的这个,这个乳液呢 就是跟我Make Up For Ever那个颜色其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一般就会,就是挤两下 然后呢,就拿我们这个完美刷 眼睛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就是这样子拍 然后鼻子的这个部分你就这样压 然后下巴的话也是一样压 那上一次呢,我们用这个遮下笔的时候 就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到,Make Up For Ever有卡粉的现象 那Kiko这个会不会卡粉呢?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过年,如果大家吃的有点火重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遮一下 然后呢,要说的就是它没有卡粉的现象 满粉 好了,那遮下的部分呢,也完成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换美貌的部分吧 你用这个刷子 眉刷,刷一下 先用这个刷 这种,切角的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接着上眉粉 就是,就是尾部 一点点 你眉毛可能 颜色没有那么 就没有你头发那么深 然后你就可以再画一次 然后补一补 首先今天要用到的眼影呢 还是 Kiko的这一个 水波纹的眼影 就是它是有一点点水纹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之前圣诞节的时候买的 一个 Chanel的 橘色的眼影 它这个橘不太一样 它这个橘是 那种 很软糯很软糯的橘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稍微用了一点 就这种很软糯的橘 就涂起来 就是你刷子上上去的时候 有点像慕斯那种质感 但是它是有一点点烛光在里面的 它就没有特别特别亮 我给大家都试一个色吧 首先这个Kiko的是216 这个颜色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是 它有点淡 但它其实是一个淡黄色 所以它可能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Kiko 还是一样是水波纹的那一支 是218 218的这个颜色 它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水的话 它这个颜色就会特别特别的明显 大家试一个在这 就是一个很好看的搭配 就这两个颜色 放在一起就特别好看 然后 它有一点点那种 哑光之地 它就是那个橘色是偏金一点 然后刚好就是跟这个金色的 就是完美搭配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混在一起特别好看 然后给大家带来试一下 这个Shanel的这一支 它真的就像是巧克力一样 就特别特别的软糯 那就是 这个颜色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拿一支 就是圆头一点的 但是大刷子 然后先占取的是这个白色 黄色 216的这个颜色 然后从内往外刷 上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换一支 就是Shanel它这个 它还自己自带了一个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刷子也是 就是挺挺便利的一个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它的刷子刷吧 然后这个就是后三分之一 这样推上去 由下往上推上去 好 那现在刷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用一支 小号的 也不算小号中号吧 然后刷一下这支218 这个主要就是 在眼尾和这个脚的地方 稍微拉一下 然后呢 再用这个 刚才那个大刷子 把它晕开 然后呢 再这样取一下这个黄色 这个颜色也很适合新年 它特别的贵气 金色的那一种 好了 眼影部分就画完了 给大家先看一眼吧 好了 眼影的部分画完了之后呢 就是眼线了 眼线今天用到的呢 是Bobbi Brown的眼线胶 就是这个 棕色的 因为我觉得棕色跟橙色比较配 然后用到的刷子 也是它配的这支刷 那画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高光 然后那些吧 所以今天我们用到的呢 是这个 是这个 Shiseido的这个 那么现在就来遮瑕吧 用到的遮瑕盘呢 就还是这个盘 这个盘我觉得 我基本上也不会 所有的颜色都会用到 但是我觉得是 就是感觉挺好的 就是能够拥有这么多颜色 首先上的是这个 这个黄色的 要说一下的就是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颜色是 其实是偏干的 就它这个粉是偏干的 所以如果你之前的那些粉底 或者妆纤乳 就是已经很干了的话 你这样子 然后你自己的皮肤 本身又是干性的话 那就很容易卡粉 然后再站去 是这个 旁边这个 粉白色 打一下鼻子这边 或者眉毛这边 然后暂时先把它放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用这个 它的高光笔 在骨头这个 两个凸出来的地方画一下 我之前也是用刷子推的 后来我觉得刷子推 实在是 就不如手推的来的自然 这个的话我觉得 就是高光的地方 很快就打出来了 特别特别明显 就特别喜欢这一支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是用的是 这个颜色 打一下 暗一点这个 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来打阴影和高光了 打阴影的这个呢 我用到的是 Bobbi Brown的这个 这个是它的一号 一号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种 颜色 最淡的这种 但是它已经完全符合 就是 已经完全适合 亚洲人的肤色了 我觉得再黑一点 或者再暗一点 都看上去都 挺奇怪的 修容结束了之后 然后 硬硬也画完了 现在画的就是高光了 高光呢 我用到的是这一支 娇蓝的 二号 它这个就是有点镜面的 然后包装也特别特别的少女 然后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其实也是有那种 修容的功效吧 但它刷出来真的很亮 然后它是有那种珠光在上面的 所以上出来特别特别的亮 特别特别的闪 那这两个都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上这个 腮红 我用到的这个眼睫毛 是雅诗兰黛的一个 Tombolash 那么橙色的眼影 当然是要配橙色的口红啊 就是这一支 就是它连牌子都没有 就可能牌子也被我就是摸太久了 就没有了 然后它里面打开是 是这个样子 一管橘色 它真的很橘 给大家试一下 就这个颜色 真的很橘很橘的颜色 我觉得挺好看 然后要搭配的另外一支呢 是 翘巴黎的 Peach 就是这个 也是偏橘一点 然后这两支都 都很好看 一般就是说它涂完了之后 我会觉得是太油 因为翘巴黎这个唇蜜 就真的很油 所以我就会拿一个薄的 这么薄就一片的那种 然后吸一下 好了那现在这个妆呢 就已经画完了 不知道大家还满意吗 等下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